imme Mike 美女私人 世界要自由 世界要人权 世界要人权 西藏是西藏人道 西藏是西藏人道 虽然是一个刮风下雨的一个时间 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我们从发起这个行动开始 那大概也时常在为西藏自由而起的行动当中 遇到下雨 然后也有可能遇到大太阳 当我们想到有那么多的藏人 有那么多的东徒厥斯坦人 维吾尔人 香港人还在受苦受难当中 那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不是困难 下雨也不是一个困难 对我们来讲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 为西藏自由而起的这个行动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 那时候藏台连线还没有成立 但是我们的理事长扎西茨人 他那时候就是每次到310的前夕 那他就会骑着脚踏车可能到故宫 然后可能到101 中国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那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跟中国人做沟通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 大概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开始骑脚踏车 就是希望可以在310西藏抗暴日之前 可以让更多台湾人知道西藏的这个议题 我们今年总共会有七次 包括在台北在台中 然后在高雄 然后除了西藏议题之外 我们也同时希望可以声援受到中国压迫的 其他的议题 那包括东徒厥斯坦 包括香港 包括南盟 那当然也包括中国自己的人权议题 那尤其是李明德是台湾人 然后在中国被羁押是政治犯 所以我们会希望除了西藏议题之外 也关切到所有的被中共压迫的这个议题 中共在现在70多年来讲 控制西藏 打压西藏 洗脑西藏 但是西藏人 完全没有放弃了 2009年开始 150几个炸人 是自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刚说2011年的时候在台湾 做这个Saglingo Free Ticket的主要的目标 我想说我在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在这里 说那么多中国的公共库来这个国家上 可能让他们知道 在民主国家上的老婆心多有权利 特别我这个人在台湾是算一个闹女 但是我可以喊西藏鼓励 我会怎么样的 但是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如果讲Prettypet 生命危险的 知道很多中国的流水线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中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是在流亡出身的 没有去过自己的国家 平常打压西藏 在西藏人的演讲的时候 会提到 在流亡的藏人有15万个藏人 每一个藏人有600万西藏人 在中共旗下 他们的代表 不管你在哪里 你一定要做为了国家的 为了人领的 西藏族不独立我不知道 但是为了独立 我知道这里要做什么活动 我们会做各式各样的活动 为了西藏独立 中国对西藏 藏人的这个迫害 那基本上是一个种族灭绝的 这个文化灭绝的这个状况 台湾跟中国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在于说 中国在侵犯 西藏人 新疆人 香港人 甚至中共军机 到台去年900多次 这样的一个暴行 但是呢 台湾是站在 声援这些被压破人的这一方 所以就这部分 今天在这个立法院 我也是希望说 朝远党派 能够展现出我们的态度 那就这个难民法的部分 就这个难民法的部分 台湾需要一部 最起码的一个难民法 所以利用党团事实上也提出这个法案 当初前辈们在 发现有一批一批的藏人 在台湾流亡 并且因为台湾缺乏 难民法 或是任何庇护法制的关系 导致他们其实在 身份问题上面 非常有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法律的漏洞 那这个漏洞直到现在 因为 个案数量太多 然后经过几次专案处理之后 其实终于在 入宿国移民法 有稍微的修法 但是很遗憾的是 其实因为这个法律 入宿国移民法第16条 对于尼泊尔或是印度来的 这些藏人们 他们的处理方式 是使用弱烈台湾的方式 所以说 一批一批处理完之后 其实新的人 新的人其实还是一直出现 中国他们对 人权的刑害 因为并没有任何停滞的迹象 也因此这些人 其实一直都有可能 还继续来台湾 来台湾之后 因为法制的缺乏 所以其实非常大的部分人 是没有办法在台湾 找到任何保护 现在其实现在的状况 其实跟香港 就是非常的类似 我们过往会看到 其实这样其实也是刚刚新年有提到 过往其实有一个和平的协议 可是很快就是被 那个谎言就是被打破了 其实这个就是跟 香港的情况一样 其实香港以前也是 所谓的感人自感 然后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可是我们今天都知道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谎言 希望透过这个例子 跟台湾的民众刚刚刚说 就是我们平常那些 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到 很在意的事情 其实也会我们即将会可能会面临到的 最近是台湾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土地上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的有一部纪录片 就是十二革命之战要上映 那这个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都已经在香港没办法再讲 没办法再放映 其实这个情况跟这好像非体费一样 就是在西藏井内 就是根本是没办法的 我参加在这个 为西藏自由而起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们那个在路上 有一队就是 母亲带着她的女儿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她看到我们这些列队的人 然后她们身上 就属身自己起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问 就是这个是那一个国家的国旗 那其实那个妈妈就是有回答她 就是这个是西藏的国旗 所以其实 其实其实我是觉得 台湾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继续把我们的权债 或者是把我们的身份 或者是我们的认同 这些都继续去说 所以非常感谢的 所以其实也是 结果一个这样才感应 也呼吁大家可以就是继续 就是关心那些 就是不管是西藏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甚至甚至 其实最近就是台湾的 正名的那些相关的事情